好的 回到科學生之第二節 今天第二節這個題目就相當新 亦都頗為引起轟動的 大家看到後面的鏡頭 那個電腦和Logo 大家知道就是Google 話說Google有一位所謂的工程師 他聲稱發現一個人工智能的系統 是有些人類的意識在那裡 這個問題我不能夠深入去講 因為我不懂 陳正恩 博士 你覺得這個題目現在是高大了 還是你覺得人類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危機呢? 這件事我都不是很懂得回答 但我就這件事來講 有個介紹一下其它的東西 因為其中我想大家有玩開一些蘋果的電話 你都會知道那種 人工智能的東西其實已經在我們身邊很多時候 他可能體現到一個語音識別 他懂得回答你問題 他嘗試去猜你想要什麼東西 去推出一些廣告出來 你覺得他聰明很笨很一回事 但基本上這些東西已經在我們身邊 甚至乎有人大家都會想 隨著他 因為他有一個學習的能力 我們有些叫深度學習的技術 其實背後都是一些的程式 他說他又會學習的東西 有很多也都跟我們那個有直接的溝通 相互作用 會不會就是他一路學習一下 學得越來越多 最後就成為一個有自我意識 自我感知的個體呢? 有一個自我的 就是好像一個靈魂那樣 就是簡直就是 有一種自我感覺到自己存在的 一種這樣的意識在那裡呢?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就聽起來好像很科幻 我也都不可以想像到究竟 人工智能能不能夠達到這件事情那裡 但是這次最近的這個新聞就是說 有位人輕他就在Google那裡 他就從事了工作 但是他就聲稱說 那個人工智能那個程式 已經有一個自我意識在那裡了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公開了這個發言之後 他就被人家休假 就是不讓他開工 令到這件事情又加上一陣很神秘的色彩 哇!你是不是想掩著他的口 不讓他繼續說下去呢? 但是如果你問我 以我純粹的科學人角度去理解 我就會覺得 其實現在我們同於 對於建立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工智能那裡 我想還是距離很遠 我甚至乎不懂得去回答 就是說我們以我們現在這種技術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但是就算在這個正式的學界裡面 是有嚴肅的討論的 它是結集了一班神經科學 計算機科學 以及心理學的這幾個範疇的專家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跨科目的討論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們走 我們很想 我們不要問我們有沒有能力 去做到一個意識出來 會不會我們是不小心做出來 而我們不知道 如果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建立到一些的總則 來幫我們試那件事究竟是有意識還是沒有意識 其實這個也是成為了一個 學術界面嚴肅的討論來的 換言之我們不要管這次這個事件 我們應該是有一套客觀的準確 和供應的標準 一把尺去量度 什麼是意識 是不是可以去做 我們很希望能夠做到客觀 有個客觀標準 但實際上其實都不能夠的 一個人有沒有意識 就是我 因為它又不是一個 好像我們腦部這樣的器官 我們比如人類 一個人他是處於氛圍狀態 一個有意識狀態 我們比較一下他在不同思考情況之下 腦的訊號的運動 我們會比較到 我們知道有模式上 就是上面是 那些訊號的那種pattern上面是有分別的 但是我們怎樣看一個電腦裡面呢? 比如一個人工智能機器 他有沒有意識 我們就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做比較 因為就沒有了一個客觀標準去做比較 開著電不開著電 你看裡面都是電流來流去的 那個程式在那邊的程式run and run去 但是你也不可以找到哪裡 它是有一個意識在那裡 就是你不可以界定到怎麼為之有意識 其實現在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所以很多時候就透過一個 要用一個客觀標準去試一下 跟他一個交流一個相互作用之下 有一些的結果一個check list 其實這個情況我覺得有點像是怎樣呢? 就是你想去試一下那個人有沒有精神病 是的 你其實都是有個問卷的 其實有一些標準的問題來去問一下 究竟這個人的精神狀態是怎樣的 當然可能再要 如果有一些客觀的標準觀察 那些如果你是去問診有沒有精神病 那些可能你也要看一下他的行為 眼神那些相對叫做 有些客觀標準的觀察 但是電腦來說 尤其是在一個black box這樣 那很多時候你問問題 跟他去交流 其實其中以我看到就是說 在普林斯頓大學 也有些負責從事這些人工智能研究的專家 另外是跟UCLA那邊的一些教授 也有爭論就是說 究竟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訂立一套標準的問題 就能夠說出那個人工智能 就是那個人工智能 本身是否有自我意識 譬如這件事可以交給大家一起去想想 如果讓你去設計一份這樣的問卷 去問一個人工智能 你會覺得你可以問一堆什麼的問題 去最後確認到他有沒有自我意識 如果台長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都會想 如果讓你去問 要你去好像偵探那樣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電腦 你當然是跟一個真人聊天 還是跟一個人工智能聊天 是有一個有自我意識的感肢體的經濟 你會問什麼問題 經典的問題 我想一百年前已經有人說了 這個Ann Turing 我那個時候去曼城 我特意去曼城大學 朝聖的 他提出了一個標準 就是當我和一個 就是假設他在一間房間裡 我看不到一個人 我和他聊天的時候 如果我發覺 他和一個真人聊天是沒有分別的時候 這個就有一個意識在那裡了 就是他沒有用到這個意識的名字 但是他說如果我分不了 其實他實際上是一個 有人的意識的一個物體 就是我就變了 而這次這個科學家 他就聊天了 他就說好像真的和真人聊天 就是他覺得是這樣 但是剛才你說的那個 提出那個疑問 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我會和他聽一下這些神秘學的問題 和他講你有沒有聽過神秘智 你和他講共濟會 共濟會 你信不信你死了之後會有靈魂呢 這些問題遲了 但是剛才台長你講的 我想你講Aaron Turing那裡 我認為是有一點點的分別的 譬如我這樣說 大家現在去 譬如你的電話弄了 家裡有些什麼弄了 你上到網上有些checkboard 有些trouble shooting的東西 然後你問 我們現在會有即時的人 去解答你的問題 然後你把你那些軟件硬件 遇到什麼問題即時 獲得一個解答 其實在那個過程裏面 你可能有時候 是能夠圓滿你解答到你的問題 甚至乎那個人 你也分不到他是一個真人 還是一個機器來的 OK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是機器來的 但是就算他能夠可以如目混尊 而解亂真也好 代不代表他是有個自我意識在那裡 他能夠做到好像一個人 這樣去對答流暢 跟一個正常人好像沒有分別 完全可以請少個人 但是代不代表這個人 他會意識到自己是會放工 會有靈魂的呢 這個其實也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Alan Turing的Turing Test 他在試著我們能不能夠重複一個人 一個思維的運作 但是這個思維運作裡面的一部分 一個能夠自我意識到自己存在的一部分 我就會覺得你剛才說的 後面那個問題就似乎是有用了 因為我看回就算是說 在那個學術討論裡面也有說的 就是如果你問他 你信不信有輪迴轉世呢 或者信不信你自己有靈魂呢 你覺得你那個 今天工作的意義在哪裡呢 你繼續存在意義在哪裡呢 其實你原來發覺這些位置 哲學家是很多東西是可以有個皮膩的 你一問到這些問題 就是有人就去 現在大家很嘗試 訂立一堆這樣的問卷 來幫我們去做這件事 就是幫我分辨一下一個的AI 究竟有什麼自我意識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自我意識可以分成很多部分 它有沒有創造能力 它有沒有全心欺騙 它有沒有感覺到自己 去想想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義 這些東西呢 就是全部是自我意識 甚至乎有一件事是人類自己都會獨有的 就是說它會不小心感覺到自己的靈魂 我身體是兩個東西 它會認為甚至乎是我的靈魂 去駕駛著我身體這個機器 會不會甚至乎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呢 那個問卷有一個名字 它叫做ACT ACT 但是現在呢 它是不是成為了一個學術的標準呢 大家就覺得這條票好像不錯 但是大家都在爭拗著 就是因為你都還未能夠拿去實踐到是work不 work 因為我們現在都未真的去試過 有一個很有挑戰性 好像很有自我意識的 一塊這樣的人工智能機器 放在我們面前 究竟這件事work不 work不知道 但是有人都爭論的 其實未必是很work的 說不定我們有一天能夠training到一個人工智能 它懂得去和你去思考一下 就是那些輪迴轉世的問題 就是蘋果剛剛推出Siri的時候 都不停地有人去玩一下 嘗試和Siri去求愛 那些這樣的東西 它都答得有文有勞 但是你怎麼真的試到它 它有一個確實的意識在這裡 那這裡再補充點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希望去找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能夠超越了 我們給它的training data的範圍 就是人物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那個思維的自我意識 就是一種能夠嘗試跳出框框之外思考的能力 其實很多時候牽涉到一種創意 創造力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我們根據我們現有的經驗 來嘗試將它了解一些經驗以外的東西 的一種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裡就是其中一種 我們認為人的自我意識的其中一種體驗 對於剛才這個問題 我很不自量力 我有很強烈的意見 我覺得如果再去問什麼意識 或者你去問一些不能方見證的問題 其實是徒勞無功的 到初又說的是bullshit 但是我絕對支持你認為 你應該加你的問題下去的 你應該和它講實力學的 這個測試 我明明不是梁錦祥的 這個測試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這個軟件本身會不會有自由意志 它會不會做到一些東西你控制不了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來的 就是說如果你不要理它有沒有意識 它不聽你說你已經糟糕了 是不是 其實體驗在這幾樣東西那裡 它能不能夠自己去發掘到 自己去創造一些東西 人的自我意識令人有發明的能力 電腦任何一個創造發明的能力呢 譬如這個program 這個人工智能 它任何一個創造另一個人工智能的能力呢 有的話你就看到 可能是一個自我意識的體驗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給他足夠的工具 給他身邊 他能不能夠自我複製 自我繁殖呢 他自我scale up 擴展呢 這個又是另一種體驗 就是你會發覺就是 無論在思維的領域上面去 那個界限推進 因為他身體佔有的資源上面 去繼續去推進 如果你看到一個這樣的推進呢 其實你就會看到人類的危機有它在 但是我想很貼身的問題就是 人工智能應該你之前都說過 會取得很多很多我們現在的 現有的工作單 工作崗位和工作機會 就是很不幸地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就是我自己去過幾個地方 我都不小心看到 就是多了一些機械人在街上巡邏的 一些這樣的事情 它可能純粹是送餐 可能純粹是清潔 但是有些是簡直是幫一些保安人員 去做patrol的 真是去看看周圍的人 有沒有戴口罩 接著還會認識她的聲音 說先生 麻煩你戴一隻戴口罩 我很害怕 很害怕 其實她的鏡頭在那裡 只不過是她會到處去巡邏 戴著鏡頭幫你到處去巡邏 就是不小心就已經走進了這個社會 就是你問 你說香港 它那些東西 未必是動態的一個機械人到處走 但是你看到在那些周圍的CCTV 登柱啊 那些東西越來越多了 一定就會是 是啊 是啊 好了 這個大家就必定很感同身受 但是我們說一些很 很開心 就是挺有趣的東西 啊 陳昭凡博士 你現在有沒有夜觀天象 我有啊 我發覺現在香港呢 晚上看了很多星 以前看不到 這一兩年呢 哇 真是 真是有關係的 你那個空氣污染 周圍 周邊地區工業生產少 那些空氣 就是那個天是清一些的 那你就真的會看清楚 其實呢 我有一兩次 我只想去問你 我看到一顆星 有一萬我看了整四顆星 我真的想打電話問你 我看到什麼星 是啊 是啊 那你其實 你大約拍下什麼方位 啊 向著那裡 大約可以找到的 不過可能問 我就不是最熟悉天象的人 我有興趣天文的背後的物理 但是天文學 說真的我本身就不是很發燒 但是對於一些 有趣的天象呢 我們是不是要準備介紹這個 七星連珠的現象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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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要提一提 我們這個節目呢 出街的這一兩天呢 就剛剛好 其實大家去看這件事就對了 就是大家如果去找回 網上報道都有的 就是就算我們這裡 你如果想找多些資料跟進呢 網上都有其他資料 就是講的 由6月16號 到6月19號 早上入出之前的45分鐘 你去大約去看太陽將會升起上面的方向 其實不止的 是整個天際上面 我們看回太陽系的幾顆星呢 你會看到它一條直線這樣 就是 就會排成一連直線 水星 金星 包括我們地球 OK 接著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可以數一下 現在就八大行星 但是它現在有七星連珠 都還沒有計算我們的地球 其實如果再合適日子 其實應該如果月亮都放在一起 其實你會發現 就很多顆星一起連珠 其實有人說 哇 這些現象下很少見 這樣也很少的 但是又不用說去到幾十年之一次 對上一次多幾顆星連珠 20年前那些都有的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太陽系上面 那些金木水火土星呢 基本上都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運轉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繞在太陽後面 我們就沒有那麼容易看到 但是如果剛巧我們現在就是 在處身的一個位置就是 它們都不是在太陽的另外一邊方向 都是在太陽的其中 就是在太陽的其中 就是在右邊的話 那你就會很容易看到 就是成一直線的那樣的現象 為什麼要神道大午前 reach來看看呢 就是因為水星和金星 它是屬於神星或者分星 就是因為它在我們地球圍繞著太陽軌道以內 就是我們變成要是 完全要向著太陽方向那邊 才能夠清楚看到水星和金星 那但是如果日光日白太陽出來的時候 你根本來說很難看到它們 所以最好就趁著太陽還沒出 而水星、金星剛好在它旁邊 又沒有被太陽遮住 也沒有扮到太陽的背部的時候 那我們就比較容易看到它 這就是水星、金星 尤其是水星又更加貼住 排列得很整齊的 台長你在後面的畫面就是看到 他們的排列就是水星、金星 然後也看到甚至乎月亮、火星、木星、土星 其實再遠一點天王星、海王星都會看到 就會是大家因為在同一個平面的緣故 我們在這個平面上的觀察 我們會看到一條連線的好像有這樣的影像 但是假設你有能力是你飛到太陽系 太陽的頭殼第一看回來 其實這些東西就不在同一個直線上 它是在同一個面上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也都是在同一個面上 我們看下去就是好像在這個面上 有些近一點、有些後一點、有些近一點 有些近一點、有些少一點 但是它們基本上是在條線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想大家不需要賦予太多這些超自然的全職下面 因為這個是自然界的現象 它一定有的 只不過問題是幾…… 我甚至算到之後什麼時候再有 是吧 是的 是的 不過這個排列本身是…… 先看看 如果我們去看的時候 這個土星的環我們會不會用眼睛看得到呢? 環那些你一定要用望遠鏡去看 但是你也不需要用一些很厲害的望遠鏡 你可能用那些普通的比較厲害的雙筒 你都大約看到它那一批東西 比如說你不要說土星了 木星周圍那幾個 就是加利略當年 幾百年前 不是用過普通的那些雙筒望遠鏡 單筒而已 就是看到它周圍隔壁那四顆月亮 是不是? 就是不只是跟何方的環呢? 那個環也更加容易看到 但是如果你說要看到那個 那個木星上面的大紅斑呢 那你就真的要用一支 更厲害的反射望遠鏡去看 好 那這個情況呢 玉玉眼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香港的天空那個情況 我的文說就說 最理想的觀測的日期 就是6月16號的未天亮的時間 但是就算譬如說 6月16號那次你眼了起來 或者遲了看我們的節目 就看不到 6月17號 6月18號 6月19號 早點起床 向著太陽未出日出的方向 那你就去一個空曠的位置 是很直不坑的那條線 我自己就沒有真正試過 追到這個七星連珠的現象 但是我的印象很深有似 就是我還是在中文大學做研究生的時候 那次是去美國的 那計算一下 應該是2002年 大約是3、4月那段時間 有一次就是五星連珠 那次我還記得呢 我就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 那叫Albuquerque的地方 那裡就很多平原 很乾燥的 但是呢 我就那次記得在日落的時間我去看 就看到真的是水星、金星、木星、土星、火星 金屋水學圖五星這樣連在一起 那也都看到真的條線很直 在一個天空上的跨度是很大的 你從日出那個方向 就是日落的方向 你就會找到 首先容易找到水星和金星 然後你沿著那條線一直拉下去 拉到頭殼頂這樣 然後你就會看到其他的幾顆 是橫過得很 跨度很大的 那你看了之後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呢? 我不想說理性 你不要這樣說 我們根據統計數字 有沒有那種對宇宙那種很驚奇的感覺? 那絕對有 絕對有 就是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那時候如果有個異性在我身邊 有個異性伴侶在我身邊就實在太好了 如果你要問我那些不是很理性的東西 我就想到這些東西 我反而覺得不是的 就是 如果你晚上你走去看星 你看到天上那麼多繁星 其實你覺得人在這個語着比較少 是很平靜的 你甚至乎有個思考的動作可以試一下做 就是你當它就是看的時候 你幻想自己已經是飛了上去 去和它們成為一員去看它的時候 接著你再幻想自己看回我們的地球 接著你會看到自己是很渺少的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就是很容易透過這個環境 是給你有這樣的思考的 是啊 我覺得譬如說一個人的視野 如果譬如家長有這樣的見識 有這樣的眼階 你帶一帶個小孩去看一看 親眼看一看是值得的 也都不需要特意去買什麼夢園的 你是真的天都還沒幫倒塔那麼早 那就出去一個空曠的地方 去嘗試找一下 會看到的 如果你有小孩看到的時候 我相信它在整個過程中想鑽研多一些科學知識 特別是天文知識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是啊 是的 我們經常有些人會相信星座 其實有多少人真的親眼看過一個星座 你真的要去到一個很雜光很小的環境 你就看得很清楚 其實看星座是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譬如有人告訴我 看星子座你真是看到那個星座出來的 那這個比較誇張一些 但是你問我什麼呢 夏天的話你比較容易看到天蠍座 天蠍座很容易形的 很清楚真是你真的不叫它做天蠍 你不知道叫它做天什麼 就是天蠍座 我就是蠍座 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那些雙子巨蟹的就問你了 那些就可能你在胡思亂想的時候 你想一些神話出來 但是剛才你說天蠍座 我真的有機會我真的要看一看 Anyway 今天很感謝 不要多謝誰 多謝那個技術人員 因為我們要找人去錄這個節目 我自己都踢了腳 但是Anyway 今次科學新資和重甄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以後更加多關心科學的新聞 我們希望現在趁著有個新 有次日日一再更新 我們當然會在台長你自己的頻道上發佈 可能在我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佈 但是如果大家在那裡 我都答應大家 我會留意一下大家有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概念 我希望有一點點互動 當然如果我們可以隔到時間做Live的 那即時可以看到大家的反應 這樣也是好 但是就算不行的話 我們都盡量去運用社交媒體 跟大家有些互動 譬如我們可能節目裡面 最後幾分鐘呢 我們有時候會抽一些 好觀眾的問題啊 一些簡單的概念啊 去講一下 我覺得就在我們的技術能力 做到的範圍之內 就帶多一些東西給大家了 好 那我們一言為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